录音看到前世就是看到有的前世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和四生道的小菩萨依然可能下来享福而 对落迷失 请问这是他们的 请问这是他们自己发心下来的吗 我们有什么办法做了菩萨以后在天上 在天上帮助人间永远不轮回呢 请师父开始一讲 很简单 举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这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发愿的 有的愿里小 一个大菩萨下来 他下面人必定要下来 明白吗 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师父要出去弘法了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弟子会跟着我跑啊 对不对啊 他们希望什么 他们希望进步啊 希望能够多做功德啊 所以他跟着师父走了呀 对不对 是这个概念呀 那有时候你说你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发愿他发愿的呀 但是发愿他跟着师父出去之后 他跟人家搞来搞去啊 比方说贪污腐败了啊 比方怎么样了 他是不是啊 师父说很多人不就这样吗 到了那里之后啊 到了某一个地方去之后 人家把他捧你跟卢太长一起过来怎么样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他就享乐了 他在那里了 他说我不想回澳洲跟着师父再去弘法 我就在那里弘弘法了 然后被人家捧得像某某一样 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像菩萨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迷失方向 他就回不来了啊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他一定是成员在来 因为大家都在做好人 大家都在做好事 你必须 你这么多菩萨都在说 我有愿力 大家都要许愿 这个这个 到时候他在天上 他一定会说 我也要下去救人 因为天上没有人要救的 天上都是菩萨了 那要救苦救难的话 你到哪去救苦救难啊 天上也没苦没难的 那只能到人间啊 那么你要救苦救难 你要成佛的话 你必须要救苦救难 你得下来了 那就这样 那是否就比如 你来到人间的时候 天上全都知道 但是有各个 也有大菩萨 小菩萨都知道 你来到了人间 他们也 比如他们也就发愿 也要跟着台长 来到人间救人 是这样的 来了 不知道多少呢 现在心灵法 你看看有多少人在帮着 这些人不就天上的菩萨吗 所以你用不着担心的 菩萨很多 全都是天上下来的 不要看看你们的 就连你们都是小菩萨 如果你们菩萨太小了 太小了就容易迷失方向呀 是是是啊 一般大菩萨不容易迷失 就是小菩萨才迷失 是这样吧 对对对对 一个大人不会走错路 小孩子才会走错路 道理都不想 我希望我不要走错路 明白吧 不会的 明白 明白 好的 谢谢师傅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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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